现在我正式命名你为海昆军舰 总统执评象征航行平安 中华民国第一艘国造潜艇海昆号 在台船高雄厂区正式公开亮相 蔡总统亲自主持命名即下水典礼 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 过去潜艇国道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今天由国人自己设计打造的潜艇 就在大家的眼前我们做到了 我要谢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用不同的方式提供协助和建议 正式命名为海昆 其实这名称是取自于庄子的逍遥游内篇 其中一句昆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就是要形容海昆的神秘跟难以掌握 在水下神出鬼没 潜艇国道的计划是守护台湾海江 重要的战略 我们已经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潜艇的设计也相当特别 有别于传统的十字形尾舵 海昆采用X型设计 可在水下原地回转 甚至四片尾舵的控制面坏了三片 依然能靠剩下的一片运作 大幅提高战场存活能力 它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 我们叫神兵力气 这个设计是我们自己全部重新设计的 没有说什么外面讲说我们去抄袭旧的 没有 台船董事长郑文龙夸口保证性能绝对没问题 而且海昆号的本土自制率达到40% 战线国舰国造的实力 海昆潜舰火力强大 将配置18枚的MK48重型鱼雷 未来的后续舰还可以配置潜射型的鱼叉反舰飞弹 嫌号711的海昆潜舰接下来会进行驳岗测试 通过作战测评后将正式加入海军服役 预计未来还要建造7艘后续舰 持续强化国军的水下战力 欢迎新闻 吴志和李鼎强在高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